好 来关心下条消息 五年前呢 李亚鹏和应彩儿合作拍摄了一部电视剧 叫做是《纯真的年代》 很多人还有印象 五年之后呢 这部电视剧啊 终于是要播出了 只是这片中的男女主角的生活呢 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可谓是物是人非 你看啊 李亚鹏成了王妃的前夫 应彩儿现在已经有儿子啊 老剧开播 照理说 这两位演员都得到场啊 可是李亚鹏爽约了 剩下的应彩儿一个人是蛮长跑 他会显得孤单吗 来看一下 瞧这驾驶 辣骂应彩儿可是其万千宠爱于一生 好久没有享受聚光灯的他 竟然也霸道的不许高虎入镜 生起当妈之后依旧不改泼辣本色 一部五年前的旧作 让应彩儿撇下了出生三个多月的宝宝 独自飞到北京来出席发布会 可想而知 他是多看重这部 在成为人妻人母前的作品了 只是五年过去了 再加上生过了孩子 应彩儿抬上这赤裸裸的惊息对比 岂不是自讨没趣 但应彩儿可是信心满满的 女主角如此脉力宣传 但是却始终不见男主角李亚鹏的身影 只有他微博上的一句 心里有些小忐忑 有的是想来的 后来可能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现在这个时刻 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 所以我们也表示理解吧 李亚鹏虽然躲过了媒体 但是却没躲过应彩儿那张利嘴 他就说 就是我拍了这么多戏 没有一部戏没播 就跟应彩儿拍了一部戏没播 然后心想 肯定是跟高虎有关系 跟我绝对没关系 碰上这么能说会到的女搭档 看来李亚鹏 屈膝发布会的做法是明智的 不如等到剧集开播 一起回忆纯真年代来得实在 也许等主创们演员们 再去看这部剧的时候 会有更多自己的感受 好啊